非得不亡非得早餐 我是谭香龙 因为108年7月4号星期四 7月4号很重要 因为7月4号对很多人 因为都是美国的国际区 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有双重国际的人 所以这些双重国际的人 到了这一天的时候 特别放暑假 有的人都还要 要回他另外一个家去 这个是台湾 某些生活圈子里面的特性 每年到这天 我都会讲这个冷笑话 不过今天星期四 星期四对非得早餐来讲 每个星期四 我除了有放比较多的教育的议题 另外每个月的星期 每个月大概会留一到两个星期四 我会安排一些人物的访谈 那些人物的访谈 多半会是主题性 我成为怪怪的台湾人 就是有一些人 很专注在自己的特别感兴趣 或者说觉得自己特别投入 那个领域里面 好 那今天在我们现场 当我们我透过一本书 那访问一位导演 那这本书呢 叫做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简单讲 就是把纪录片当作是你眼睛 看到的一个真实的纪录 既然叫做纪录片 换句话说 它不是一个 一个经过安排的 经过setting的场景 或者是剧情 但我可能设定了某一些的主题 它也会呈现某种的剧情感 但是它不是被setting好的 那些的对白也不是有脚本的 那基本上面 你并不知道你会拍到什么 录到录到什么 那因此 除了你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 是我想要记录的 我设定了某一个主题 某一个方向 那最后到底会拍成什么样的 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它跟电影终究是不同 虽然它也是用影像去处理 好 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这本书远流出版社 作者呢 陈志安 陈志安是谁 陈志安是国内呢 就是说知名的纪录片导演 我发现你得了蛮多奖 还好了 没有很多 有代表性的几作 还好有这几作 当作我的名片 对 就可以去 照摇撞天 干嘛 干嘛这样讲 好吧 那陈志安辅大中文系毕业 那你是张大春的学妹 他是我老师 对 但是你也是他学妹 可以了 但是他是我老师 他是你老师 我前两天才跟他吃饭 但我老师在教书的时候 有时都会消失 为什么 太忙吧 这么不敬业 哎呀 你不能跟他说 我讲到 真的是 没有 我太尊重老师 虽然我也是怀疑他不敬业 不过今天经过学生的证实之后 果然 非常敬业老师 好 那辅大中文系毕业 你在哪 哪些电视台工作过 我只有在一家电视台工作过 我在大爱电视待了18年 这么久啊 真的 人生有几个18年 对啊 那你 所以你在 你在媒体也很长时间了 很长很长 到今年我只应该是25 应该是可以退休我年纪 那你的 那你的新闻 新闻之力 工作之力跟我差不多啊 真的吗 那你怎么那么有成就 没有 我 因为我在报社里面 我们的工作领域是不一样的 好吧 那你做过很多类型的节目 也做过一些教育性的节目 没错 儿童节目 金钟奖 然后还有 还有这个金钟奖的综合节目奖 然后还有这个安宁 那这个这个是我知道的 2016年的安宁病房的纪录片 余生得到了金税奖的最佳纪录片 2017年的台商的纪录片闯荡 也得到了劳动金像奖的优选 陈志安 因为这本书 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我之所以特别的 特别的去挑这本书出来 这本书如果 如果不经过作者的导读 他可能不容易读 因为他可能会变得很小众 因为他是一个拍纪录片 我把我把称之为拍纪录片的方法论 就是我陈志安告诉你 纪录片应该怎么拍 那他显然是一门功课了 我也未注意到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你大概旁征博引的 也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他不只是你自己拍纪录片的 一个经验的纪录而已 而是你旁征博引的 大概找了很多的材料 把它当作是一本 如果要开一堂课 教孩子们拍纪录片 那这本书可以当教科书 OK 我可以当作是我的 是我的课堂教材 告诉你 如果你要拍纪录片 你要当一个纪录片导演 那你应该要有一个 怎么样的训练 怎么样的一个framework 以及要有一个 怎么样的概念 然后一个怎么样的步骤 去拍这个纪录片 好 那我先问陈志安好了 那你 你自己在影视圈子里面 其实也蛮久的时间 那你为什么建这个圈子 为什么建这个圈子 有时候这个人生 因缘际会都是不可思议 我念中文系 照理应该去出晚社工作 对 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 大台正在成立之初 然后那时候都会有很多 电视台的长官 来开筹备会 我负责倒查 倒着倒着就进了电视台 是这样吗 真的 没有什么 曲折离奇的故事 也没有什么 什么理想抱负的那个 所以你也并不是说 有一个出发之心 立志要做媒体这一行 一开始真心没有 所以我故事特别频繁 不像这样讲的 讲起来就没有一个太感人的开头 没关系 后续感人也行嘛 对不对 对 从一个纪录片的角度来讲 这种的开头实在没有什么 没有错 对 我还可以告诉人家说 唐强龙你为什么要做记者 因为我从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就想当记者 对 我没有怎么办 对 所以我即使讲话会结巴 我即使文笔不好 可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就独排综艺 我就坚持要进报社 没事 但我觉得倒查开始 也算是一个切入点啊 对不对 叫无心插流流成印 然后后来有稍微有开花结果 这样子 这样行吗 好 如果把陈志安投入到 投入到整个的媒体 然后投入到纪录片拍摄的这个过程 要把它拍成一部纪录片 你会怎么拍 哇 那这充分得用倒序法了 对 因为故事的起程转回 有各种的方向嘛 不过您问的这题特别困难 对 我没有这样想过 思考过自己的人生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题目啊 这真是太大的考题了 对 那我觉得我这个人 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大器晚成人 虽然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成 至少是一颗晚熟的苹果 我觉得一路都非常的懵懂无知 对 到慢慢慢慢这十年 在拍纪录片的时候 我突然有觉得有一种比较觉察的 对自己有一些觉察的过程 这跟拍纪录片有很大的关系 就像您刚刚讲的 像我过去在电视台 尤其是我在大街电视台 你知道在电视台 其实是有明确的价值观的 对 就是说它的价值观就摆在那儿 然后你只要运用你的能力技术 对 然后去达成这个价值观 然后让节目丰富就可以 但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会 这有点是比较偷懒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不需要太 不断的对自己扣问啊 不断对自己质疑啊 不用产生很多的疑惑这样子 后来我就时间到了 我就后来就想说 那我离开大街台 自己闯闯看这样子 然后这十年开始拍纪录片 哇 这每一个题目 第一个限制拿开了 没人要你做什么了 对 也没有人规定你拍几天了 预算你自己去找 你自己去想办法 当一切的限制都拿开的时候 这下人生就精彩了 对 其实有限制 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了 真的 就大树底下好遮忍 真是这样子 对 你在一个大机构底下 你可以过得很安逸 真的 你有躲藏的空间 你懒 你心情不好 你总有地方躲 躲个三五天 不会有人发现什么的 而且大爱你进去的时候 应该是大爱刚创台的时候 对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阶段 因为老实讲 大爱的 我得了解它的资源 它的facility大概都最好的 真的 真的是有很多的空间 让你去试去闯的 而且因为 因为大爱它是一个公益性的台 它又没有修饰率取向 对 所以在大爱工作的时候 你比较可以专心的去追求 你自己的质感 充分发挥理想性 所以其实冲突真的并不多 对 也有很多的挑战 但我刚刚说 哇 离开了之后 这真是不得了了 对 我开始自己找题目 尤其是会开始对纪录片 有一些向往 想要拍一些长片 哇 题目从哪里来 对 然后所以您刚刚看到 我们拍了几部片子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会拍那部片子 大概都是对自己 你会对那个题目好奇 你都是对自己 心中 有疑惑啊 对 像我们去跑去安宁病房拍 这其实真的是太神奇 谁想要去安宁病房 如果没事的话 安宁病房里面 都是要最靠近死亡的病人 简单讲的 那个是人在变成 尸体前的最后一刻 对 你说的真的很写实 对 然后你知道我们带着机器 站在那个地方 对 一拍拍了半年 就断断续续 断续续拍了半年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哇 纪录片真的是逼迫我 叫做面对真实的人生 对 有时候 对 有时候我们不太需要那么真实 对 我可以活在 我自己的小家庭里面 小价值观里面啊 对 但是拍纪录片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啊 对 你得透过打开自己的视野 去打开观众的视野 那你就得逼着自己了 对 去面对一些 你过去实在不想面对 想要逃避的事情 包含走进安宁病房 那个对陈先生可能 还需要很大的勇敢 真的蛮需要的 真的蛮需要 因为其实你知道那里有很多味道 你为什么会对安宁病房会好奇 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我们去打了一个禅器 你知道我个人因为在大理关系 一直是略有宗教倾向这样子 然后当然了 什么叫略有宗教倾向 略有宗教倾向 就是宗教台 略有 但有时候在里面工作人不见得 对 不见得 有时候这是一份工作 对 但我只能说我略有宗教倾向 然后后来人生也是碰到特别多的挫折以后 就去打了一个禅器 打禅器的时候你就会有机会 比较安静的看自己 然后去思考一些 好像过去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那可能又伴随着读了一些像西藏生死书那样子的书籍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人生好像有一些课题 对 我们可能只是在逃避 好像那个还蛮究竟的 如果去稍微透彻一下那个问题 把那个看清楚 回头来生活上的小事情 就会生活上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小 对 就因为这个好奇 然后就想说那要去哪里找题目 对 那我的partner 谢心志导演就给我出了个题目说 你去安宁病房问问看 看看人家要不要给我们拍 这样子 就这么一个念头就踩进去了 然后这个举动对我们后面的纪录片历程 影响很剧烈 因为那里面的每一个人 他都视线着一个状态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刺激 好 这个我想要多跟你聊一点 就因为安宁病房是 是一个绝大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不管是躺着的 陪着的 大概都不想到那个地方 真的 那安宁病房每个人进去的时间 长短不一定 有的人如果慢一点 拖个几天 坦白讲 因为在现代的医学 对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盖到安宁病房 那个判断的准确度大概是很高的 大概仪器出现某一些的反应 大概就知道差不多了 那对于躺着的人来讲 他其实多半已经 已经不知道自己 接下去要要面对什么 那个时候大概都已经是一个半迷流状态 绝大部分 好 那躺着的那个人呢 如果你从旁边做纪录片的观察 你会看到一个生命逐渐消轰的过程 那个小红的过程是 你在看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原来生命是这样子消失的 他不只是一个前一秒钟 好像还在吉利瓜讲话的人 突然间就死亡 他不是 他是一个安宁病房通常是一个慢慢慢慢 你会看到生命好像就是 所有生命的元气 从他身上慢慢的就散掉了 然后人开始变得干瘪 然后呼吸在仪器或者说自主 就是很规律 但是开始越来越慢 然后越来越浓重 然后他的慢慢的 可能嘴巴也打开了 用嘴巴才呼吸 他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不会动了 那这个时候 也许会有一些的志工进来 帮他 当志工进来 想帮他洗个头 换衣服的时候 其实你作为他的亲人家人 你大概也知道 最后的时候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咽下最后一口气 但是差不多到了 好 这是你的安宁病房里面 你会看到的 那你拍的时候有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我先问主持人 你的画面感怎么那么逼真啊 您刚描述的一切 你有在那儿 就陪伴过谁吗 你的每一个画面 你刚描述每一个画面 我都拍到过耶 我不是看你的纪录片 我有的时候是 我自己对于 就因为你刚刚突然提到了 西藏生死书 这本书十多年前 还蛮夯的 对不对 那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台湾还有一小股的 生死学的热潮 那这些的热潮 如何表现在 对于人的一个 即将向生命告别的尊重上面 我觉得那个对台湾社会 是一个小的启蒙阶段 这不错的 因为台湾过去的 对于死亡的态度 都是悄悄打打打的 那个就是 就觉得也不装重 然后好像搞不清楚 而且跟人的情绪 是没有办法对话的 我们的那种的 那种的商礼的进行的方式 然后送账的方式 那个对我来讲都很难接受 他把人的那种的 即将要告别一个人的 内心的那种很复杂的感受 都给破坏了 好那 因此我就 我很认真去想这件事了 当然也曾经 看着亲人在安宁病房 也离开 所以那些 其实我是站在那旁边看 那 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OK 我大概晓得 那个安宁病房的 那个 那段的时间的经过 时间过得很 很慢 感觉上每一秒的 就是好像都 都变得很漫长 可是他就是 他就很清楚的在那走 你是看着一个生命 慢慢的要离开这世界 简单讲就是 我们距离死亡最近的一刻 大概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那因为有仪器 那有药物 有味道 那个时候人其实已经 没有什么大小便控制 等等的问题 所以各种的复杂的情况 都在那里 那你拍 然后呢 对 我想要回应主持人 刚刚讲了两个 第一个是 我们台湾人在面对死亡 你刚刚说那个敲敲打打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 因为我在德国的时候 我们自己非常喜欢 现代建筑 所以我们有一趟建筑的旅行 我们去德国 我们在德国的首都 对 看到一个火葬场 用的是极度简单 肃静 对 就是你知道他把火葬场 变成一种人要升天 去另外一个境界的 一个衔接处 他用这样的概念 去设计这个火葬场 所以你一去那里 哇 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即将消失 甚至是消失以后会再开始啊 的一种宁静感 一种 一种灵性感 但我们的殡仪馆 对 你知道就是 敲锣打鼓啊 呼天抢地啊 对 就我常常就想说 对 这个是死亡的气氛吗 我觉得很怪 这个 这个我是第一个 我回应您 对 我曾经感受过 那么 对 那样原来死亡可以这样描写 可以这样描绘 非常安静 然后另外您问我拍到什么 对 其实我在拍片的时候啊 对 我们都以为安宁病房要很恐怖 或者我刚说可能要呼天抢地 或是急救 但我在里面 我看到一个病人 他用四个字教育我 叫做 适死如归 一个七十岁 只有小学毕业 不适自的阿嬷 对 适死如归 如何展现呢 每天看到我在他清醒的时候 就跟我打招呼 笑着打招呼 然后我问他说 你今天心情不错哦 我用台语问 你今天心情不错 他就会回答我 今天心情很好 哇 这句话我真没忘记过 对 就是他就 其实我拍他 再两个礼拜 他就走了 对 他就是这样子的 给我能量 然后他的家人 我就有一天 他的家人来一一跟他道别 他也是弥留弥留 然后有一个家人 跟他道别的时候 就哭出了声音 你知道他立刻张开眼睛醒来 跟他说 不要哭 不要哭 我就想说 哇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面对 他的即将离开这个人间 然后到了最后 他答应我 可以进去拍摄 他的大体处理的情况 那个护理长说 他职业25年 没有家属和病患 同意过 因为护理长觉得 这个仪式 他们处理大体的过程 很珍贵 值得被记录 没有人同意 阿嬷说 好啊 我答应你 对 我就说 哇 这个没有读太多书的老太太 她对生命的看法 用这样子来教育我 让我知道说 哦 原来誓死如归 是这样子的 原来 什么叫把生命看得 亲安自在 是这样 没有什么不舍 没有什么牵挂 不需要哭 哇 哪来的智慧 我到现在还没想通 但是对我影响非常剧烈 不这样的人不多吧 很少啊 所以就特别的记在心中 这样子的家属也不多吧 你说的真的很好耶 对 就是那个整个家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开朗耶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他最后做大体捐赠嘛 对啊 对 我刚讲的那种的 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我们的 尤其是台湾的汉文化里面的 那种的殡葬仪式啊 他反映出来就是说 我们对死亡这件事情 缺乏深度的思考 因为我们害怕 只好用各种很华丽的 你看我们的灵堂的装饰的方式 你看我们的那种的 那种殡葬的那种敲锣打鼓 怕人家不知道的方式 除了除了有一点点 在炫耀炫耀死亡 就是我家人死了 可是你看我把他送账 送了多么的风光之外 其他的其实是反应 就是我觉得参加参加丧礼 或者说是经历死亡 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 跟你刚刚讲的那种 就是说在一个火葬场外头 你不会怕 你甚至会觉得 带着一点点的神圣感 的那种的感觉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冰葬 虽然地方政府都有 都有冰葬处 可是到目前为止 对冰葬文化的这种的 现代化 冰葬文化的现代化 一直做的不好 有一点点进步了 但就是做的不好 仍然是那种的 那种的敲打的方式 马路要围一边 然后围到一半的马路 然后搭棚子 然后这种的花 罐头塔 然后要堆的满满满的 大大的照片挂在那边 早晚要送金 然后要七七四四十九九天 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挑战 很多人的心里面的那种的禁忌的底线 可是我讲的是很真实的感觉 就是我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情 因为缺乏 缺乏深层的思考跟心理准备 所以我们一讲到死亡 就是排斥跟恐惧 觉得那是一个忌讳 所以安宁病房里面要拍 其实并不容易 然后想要去拍敢拍 我觉得也不容易 我不觉得你 你是那种胆子很大的人 真的是 因为好吧 你在宗教台国工作 然后大爱的志工 当然参与很多这种安宁病房的服务工作 这个有影响到你吗 其实对 我觉得主持人也是非常洞悉人性 对你知道 其实我是个胆小的人 对 但有时候你拿着机器 然后你带着一点好奇和使命的时候 你会坚强些 会坚强些 所以我觉得拿着机器的时候 我都不怕 对 等到我回到家 我就觉得好恐怖 对 我想说我那时候怎么有那个勇气 对 对 比如你刚刚讲说 你到欧洲国家 他们的墓园 常常就在一个城市 或者小镇的大马路边 你把那个墓园当作是一个 你可能就在那个墓园的旁边的 这个石椅上面呢 可能就在那边休息 然后 然后 然后看着这小镇的风光 你也不会觉得害怕 后面的可能就是 就是一个一个的墓园 可是 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 你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 墓园都会被安排在 很远的地方 所以米南话呢 就是出病叫 出山 对 蒙阿波 出山 你就知道那个要 一定要跟山有关 一定要跟山有关 所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 人死了之后 一定要 一定要埋到什么 什么山啊 等等的地方去 因为它不能在太低的地方 所以出山 然后呢 埋在 而且 在我们的视线所及 最漂亮的地方 几乎都被坟墓占满了 台湾除非到了2000公尺以上 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地方 你看不到什么山头的好风景 平常你周围 大概就是说呢 就1000公尺以下的 这500公尺左右的丘陵地 你放眼望去 你大台北周围 你如果台北楼高一点 你往周围看一看 都是夜总会啊 那这些的夜总会 我不是批评了 那是个文化 我只是说 我们把最好的风景 留给死人 那个好像是会死人的 崇敬 可是活人反而没有办法去想 享受人家风景 好怪哦 好怪 他反映的是一个生生死关 好吧 在我们现场呢 纪录片的导演 陈志安 当然因为从他拍 拍成纪录片 余生的这个角额度呢 我在问他一些 拍纪录片的感觉 尽管告回都了 FIT的早餐 我是谭江罗 好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我挑了一本书 挑了一个人 挑了一件事情 来谈 我觉得这堂课还蛮重要 对每个人都重要 因为你现在拿着手机 拿着相机拍东西的机会 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讲 都要大得多 而且多多多多 好那 他造成的影响是说 我们今天所拍下来的一切 尤其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你所有东西都上传 上传了之后 你将来 你也许不会再看第二遍 可是他在那个 你不知道传到哪个地方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就说呢 储存的空间里面 那个 那个大数据之海里面 他留下来的是历史 我们在面对历史的时候 我为什么觉得这堂课很重要 因为过去我们的历史 都是文字记录的历史 文字记录的历史 我说 我不是说他的精确度 就一定不够 可是 我们 我们读一个 读一个 读一个历史文件的时候 我跟陈志安读完了之后 我们对 对那个场景的想象 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在脑子里面 在彩排 看着文字 就像看一本 金庸小说一样 你看完之后 你脑子画面是不一样的 但是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影像史学的时代 文字史学 跨到影像史学 是这个 这个是 这个时代最剧烈的改变 也最会影响到 未来的人 如何看待今天的我们 我们在看待古人的时候 我们看都看不到李白 我们看不到苏东坡 我们看不到唐太宗 我们甚至于呢 连康乾雍 康庸前三朝的皇帝 我们都看不到 我们只能够呢 只能够凭想象 他们是什么样子 他们穿什么 吃吃什么 今天不是了 再过一百年之后 看我们今天的人 他有一个 一个具体的影像 而且是我们自己拍的 他知道 今天的陈志安在干什么 他不再指着 只是凭感觉去想象 有一个具体的影像 在这地方说 这个时代 这些人 讲什么 吃什么 用什么 穿穿穿什么 发生了什么 他都有具体的影像 而且有这么多人 拍下来的影像 可以继续让你 拼凑更完整的 那个时代的图像 一个影像史学的时代 到了 是这二十年 我觉得对未来 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但是没有人 在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 纪录片的可怕 或者珍贵的地方 所以陈詹 教大家怎么拍纪录片 是很重要 我觉得主持人 真的说的很棒 第一个是这个时代 叙事权下放 对 每个人都可以 发表意见 没错啊 过去只掌握 在少数人的手里 没有错啊 对 然后再来 刚刚您提到 这个关于影像的记录 虽然影像的记录 也可以透过编辑 也可以透过安排 但其实我觉得 好的影像 其实是真的可以 怎么说 就好像我们在 拍纪录片的时候 我常说 我们要把这个人 拍的立体的时候 我们要多面向 去观察他 也就是说 其实影像 真的比较不能骗人 尤其是你 深刻的去 记录他的时候 你就会从 我常常这样讲 你从他的表面 看到他的里面 看到他的后面 对 你会从他的一言一行 有些甚至眼神 或他的看法 你去挖掘到 他真正的价值观 他最后 他到底真正在想什么 这有点骗不了人 那像我们自己最近 虽然您看到 我好像拍很多 跟爱和善有关的故事 但最近 我们也非常有警觉 因为您知道 这个网红这件事情 成为一股世界的潮流 青少年对这个趋之若鹜 然后我认为我们还是 所谓的传统媒体 对 我开始非常警觉 我觉得 哇 我要被这群人消灭 因为当广告资源 都往那里跑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说 哇 这非常恐怖 所以我最近就 找了公共电视资源 准备开拍 这个网红的纪录片 好 这个就是我讲说 影像 对 来观察时代 其实是很好的 对 他有点像论说文 可是他又不像论说文 那么枯燥 因为里面有声音 有影像 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他可以带给人们感触 这个跟写论文不太一样 就是你看完以后 纪录片 他不会给你标准答案 不是说 这个问题 我给你这个答案 不是 纪录片 他会带领你去观察那个现象 然后他最后可以让你自己投入其中 你自己去找答案 因为很未知 刚刚主持人您就讲说 拍纪录片 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拍到哪里去 你也不知道你会拍到什么 但你有一个概念 你知道这个是 这个时代很值得被记录刻画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透过纪录片的眼睛 纪录片的技术工具 那我们纪录片工作者花一点生命 跟他耗个一年半两年 我们就有机会为时代写点历史 纪录片有点像是国家社会的一个家庭项本 对我们不能只有娱乐片 对不对 那太恐怖了 娱乐片的毕竟就是剧情 是演的 我们真人实事到底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在思维着什么 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可以把这个断代史 对从某一个角度把它留下来 对这是我自己觉得说 做纪录片还还蛮有意义的一个方向 对记忆 不管是国家记忆或者家庭记忆 或者个人记忆 已经从文字跨到了相片 已经跨到了影片 那这个是我说这是这十多年二十年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之一 因为你每天出门都带着摄影机 而且摄影机的功能越来越强 然后容量越来越大 那云端提供你各种的可能 其实大部分你拍的东西 你都没有看第二遍 你就把它丢上去了 大部分的照片你都丢上去 隔几天之后你根本忘了你拍了什么照了什么 那没有关系 我只是说你手上随时都有可以做记录的工具 现在的解析度已经太好了 好但是拍纪录片 如果今天我想要借着 我每天带着随身的工具 你现在看到 其实手机已经可以很好的 作为一个纪录片的拍摄的工具了 那重点是方法论 纪录片的方法论 你可以简单描述吗 好这个也许我们可能要做个区分 说我是以这个为职业 我叫做专业的纪录片工作者 所以我当然对于大时代的题目 会有高度的兴趣 那这个也许可以待会再说 就是说一般的人到底为什么要拍 也许真的我们拍了不会再看这件事情 会导致其实流了一大堆肤体 但没有用 但我觉得其实纪录片 它拍是一种训练 它有时候你不是只是拍无意的东西 或者只是拍一个夜的合照 对你有没有可能 把一个平淡无奇的 你每天经历的事情 你对它提出一个看法 对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对一个很平凡 你经常做的事情 你透过一个观察 然后你提出一个见解 这就是纪录片 但如果你只是拍一些合照 对你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做一些深度的分析 对那可能就只是无用的附体局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跟观众说 如果你对纪录片好像有点兴趣 但你也没打算拿这个来当你的行业 你只是有兴趣 那你可以先做一个练习 好比说你今天刚刚主持人说儿子毕业典礼 对如果他可以透过十张照片 或是您到现场 透过十张照片 起程转合 把这个故事说完 那你就对这个事情表达了一个 从你的角度你表达了一个看法 而且你说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这不就是纪录片吗 对其实关键就是 纪录片它需要透过编辑 而不是只是散落的附体局 一旦他被您的观点组合起来 说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他就是一个documentary 对那专业者当然不一样 专业者要更有使命感 对就好像您刚有列了一些我的记录 我曾经也试着去 除了拍安宁病房以外 我也试着去中国大陆 拍了我们的台商 对台商三十年前 是世界工厂的时代 大家都做制造业 现在是万众创业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们身为纪录片工作 这个时代好像没有什么人去记录 刻画他们 报导成功故事很多 但成功的背后到底付出多少代价 有没有人去关心 好像比较少这样子 你知道这点我也 我也蛮有感觉 我觉得台湾的 我们的企业界 比较少有那种的 有那种概念 要为自己的企业留下一个 清楚的影像历史 这点在我看 看那个有一本 那个Steve Jobs 他的这个 就是说影音的出版品 他的那个 应该算是他的 那个照 一个 就是他们有一个摄影师 这个摄影师 你知道在戏谷的那些的 大企业里面 他的门禁管制非常严格 有的涉及到科技 有的涉及到商业机密 所以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 那个企业的permission 你根本不可能进得去 但是呢 矽谷呢 他们在 在很多年前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几家的企业 不约而同授权给某一位摄影师 可以呢 给他这个permission 让他呢 随时想要进去呢 这些不管是Facebook 不管是也不管是这个Yahoo 不管是Apple 你随时想要进去拍 你都可以拍 你甚至可以到他们呢 最重要的开 在内部会议核心会议的 所以他记录到了很多Steve Jobs 因为那个人是个怪怪人 Steve Jobs那些在骂人 张牙舞爪 然后脱了鞋 在会议室里面走来走 走去的那些的画面 那些很珍贵的画面 是因为他们授权这个摄影师 你可以呢 以一个第三只眼睛 很真实的记录着这一切 我们不是演给你看的 我们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继续呢 经营我们的企业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记录 那多有价值啊 非常有概念啊 因为那不会重来的 对那多有价值 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戏骨 我们看不到的那个 那个华丽的 或者或者说呢 现在的一大堆毒的 毒角兽出现的那个地方 在里面是这样的气氛 那你刚刚讲拍台商的 我就不知道 有没有一个台商 他是一个很有sense的 把他的创业过程 创业过程 整个的过程 愿意很真实的记录下来 对 您知道大部分的企业家 他投资设备的时候 几亿几亿的投啊 他觉得那个是 他赚钱的工具 然后当他要拍影片的时候 他要拍的是 叫做简介片 他公司做了什么 灰宏伟大的事情 对没有人会觉得说 我要把我这个公司 里面的文化 人的组成 或是那个奋斗的历程 把它拍下来 像刚刚您说的那样 比较少人有这样的概念 对 但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机会 拍到一家铸造厂 对 为什么他 他其实本来也只是想 拍企业简介 但你知道 我就把它拍成纪录片 对 我在里面找到各种 人物的故事 对 然后透过人物的积累 去组成的 不是公司的简介片 而叫做公司的文化 刚开始老板也不太懂 说我们到底在拍什么 对 还好是他女儿很支持 因为他女儿有媒体的概念 对 你知道你把它拍完 他就会说 哎呦 这就是我们 你怎么把我 把我说清楚 因为他平常 他自己说不清楚 那像这样子的片子 最后 对 其实不是介绍 丰公委员 而是把那个文化 做一种建立 而且他会成为 他其实他们自己 内部沟通 凝聚共识 一个很好的工具 同时也可以展现给外面 这才叫做我们的文化 对 我觉得说 这对我是很重要 就是你拍一个简介片 你能够拍到 让别人有感触 这不太容易 对 就是这种的片子 他既不是要美化你 他不是要丑化你 他反映相当的真实 那企业本身 如果真的要做企业史 你要有一个经过 你特别授权的摄影 他可以24小时的根 跟着你 包括你吃牙 猎嘴 包括你骂人 包括你 你各种 你觉得很私密的 这些你都要容许 有一只眼睛 在旁边看着你 他才能够把整个企业史 能够拍着 很道地 然后将来你看的时候 你自己都会感动 进广告 回头继续跟陈志安 陈导演聊 非得忘了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龙 好那陈志安 写了这本书 给想要拍纪录片 或者对纪录片 有某种使命感的人 我觉得这本书 就是一个 拍纪录片的方法论 那因为现代人 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你可能也很想要 记录自己 记录自己的家庭 记录自己熟悉的一切 他不只是拍一段影片 而是让他变成是一个 比较有故事的 那比较有节奏感 有主题 有不同的面向的 把它当作是一个 呈现的影像历史 我说影像史学的观念 非常的重要 好那这本书 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影像叙事的时代 人人都需要的拍片力 纪录片导演给你的六堂必修课 里面有六堂课 这是远流出版社 那作者就是陈山 陈导演在我们的现场 你最近有新的纪录片 要上片 是啊 我们最近拍了一部纪录片 叫如常 然后拍了大概一年半 拍了18个月 然后拍了footage 大概有7000分钟 后来剪成72分钟 100比1的概念 然后很荣幸 这纪录片在院线 28家戏院上映 这样子 你知道纪录片 其实真的是冷门的问题 大家进戏院 人家是要看好莱坞 要看大明星 对 要看冲突 要看爆破 看纪录片 那么平淡无奇 但在上院线之前 做了很多的试应会 对 然后我也去做了一些观察 因为导演要去应后座谈 我看了很多人 边看边擦眼泪 红着眼眶出来 然后还有人跟我说 导演你这样不行 你要在门口发手帕 发毛巾 你这样子 发毛巾不好 发毛巾不好 对 发手 很夸张 就是说手帕不够 要发毛巾 发发面子就好了 对 这个纪录片 虽然它发生在台东 它虽然是记录 慈激志工的一些故事 但我后来真的觉得 它跟什么团体 也没有关系 它跟身上穿什么制服 真的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个人性的故事 你会看到一群人 那这群人 刚好都是一群老人家 二三 我们说的二三年级是 对 他跟我不太一样 他们在资源很匮乏的年代 不是七老八十 对 真心的七老八十 对 然后资源匮乏 没有像我们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 他找到一个 他觉得人生对的路 他就坐三十年给你看 持续的佐 然后在那个地方 在台东 那么偏向的地方 去帮助小孩 帮助老人 去照顾独居老人 对 带他去看个医生 都对他是很大的帮助 去帮那种非常贫穷的孩子 陪他八年十年 他好像台大 今年 就是 对 然后 有些事情看起来真的很小 然后这些人真的很平凡 我就说这些人平凡 到你在路上都不会看他一眼 但他做的事情 力量何其大 对 让我非常的 在拍的一年半里面 得到很大的启示 那这部片子会在院线跟大家见面 是很希望大家愿意花72分钟 去看一下 如果你平常靠看好莱坞 这次换个口味 然后爆米花 这次就先别买 对 我觉得72分钟 可能你可以重新对生命的轻重还击 有一些重新的思考 陈先生很怕 很怕的大家只喜欢看好莱坞 所以要鼓励大家去看你拍的纪录片 其实我觉得因为透过纪录片 我有种感觉 我觉得 我对台湾其实充满希望感 我说希望感 当然有些不好的地方 有一些我觉得在退化的地方 可是充满希望感是说 你透过纪录片 你会感觉到台湾人越来越能够去 做戏工 就是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去做一件很小的事 那种的做戏工的所谓的职人精精神 在我们的生活领域 在许多你看不到的地方 越来越越普遍 而且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那个终究有一天 我们会感动到自己 也会感动到世界 我觉得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就是有点洒乎乎的 愿意专注的 花自己非常多的青春 去做一件外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 好 这本书可以当做是 大家未来如果拿起手机拍纪录片 或者拍影片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方法的训练 那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作者陈志安 出版室是远流出版 好 至于找来看 感谢今天为了这本书 特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那纪录片导演陈志安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来请你为非得早餐的听众朋友上课 来进广告回头新闻